与八五花的情路都走得好坎坷呀 感觉他们每个人的婚姻都有些不尽人意 第一 杨幂 作为娱乐圈中公认的拼命三娘 杨幂以其独特的魅力和不懈的努力 在影视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然而 在个人情感方面 2018年的离婚事件 无疑是他人生旅途中的一次重大转折 这段婚姻的结束 不仅让外界唏嘘故意 也让人们开始重新审视 娱乐圈中明星婚姻的真实面貌 光鲜亮丽的背后 同样有着不为人知的心酸与挑战 紧随其后 赵丽颖的情感历程同样令人唏嘘 作为收视女王 赵丽颖以其甜美的外形和精湛的演技 赢得了无数观众的喜爱 然而 就在事业如日中天之时 她于2021年宣布离婚 这一消息迅速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赵丽颖的离婚 再次印证了娱乐圈明星婚姻的不意 也让人看到了即使是最被看好的一对 也难以逃脱现实的考验 再来看杨颖 作为凭借奔跑吧兄弟 而广受欢迎的女星 在事业上一直保持着高度的活跃度和影响力 然而 在个人情感方面 她于2022年的离婚决定 同样给公众带来了不小的震撼 杨颖的离婚 不仅让人们看到了她面对情感困境时的勇敢与决绝 也再次提醒我们 娱乐圈的明星 同样需要面对生活的种种不确定性和挑战 至于刘诗诗与吴奇龙这一对 他们曾是娱乐圈中备受瞩目的金童玉女 从步步惊心中的若曦与四野 到现实生活中的甜蜜伴女 他们的爱情故事曾让无数人为之动容 然而 近年来 关于两人婚姻状况的种种传闻却屡见不鲜 尤其是近期吴奇龙评论区中 刘诗诗名字被禁言的现象 更是引发了外界的种种猜测和担忧 这一对的未来走向 似乎也变得扑朔迷离 让人不禁感叹 看来这一对也凶多吉少了